欢迎来到时点不一样 我是请林迁 前总统马英九一行人 已经在傍晚抵达此行的 第二座参访程序 湖北武汉 前总统马英九一行人 到大陆技组交流 第三天从南京高铁站 启程前往湖北武汉 他搭乘的是G1721 大陆复兴号高铁 如果以标准时速 每小时350公里计算 全程仅两个半小时 其实马英九一行人 第一天从上海到江苏南京 搭乘的就是高铁 由于大陆高铁叫复兴号 寓意民族复兴 有大陆民众认为 马英九在大陆乘坐 复兴号高铁 更显意义非凡 大陆高铁分一等座 二等座商务座 马前总统乘坐的是 最好的商务座 一张票2670块台币 座位两两一起 一节车厢就几个位子而已 私密性较高 据闻该商务座外面 有维安人员全程保护 当然既然有马前总统 该商务座 就不会有其他不相关的乘客 至于随行的中外媒体 由于人数众多 则坐二等座 座位较为密集 是特地包下了 一整节的车厢给媒体专用 该列车还有其他的乘客 只不过其他乘客和媒体团 以及马英九 在列车上不会接触到 抵达武汉高铁站 只见当地的政府官员已经把中八 直接开到了月台上接大家 还有专人把大家的行李逐一取下 放在固定位子 马前总统此行的第二个参访城市 武汉已经展开 TVB新闻于心汉 陈旭玉 叶峰伟 林敏珍 武汉报道 马英九抵达的这个场合 都挤满了围观的大陆民众 原来是除了官媒之外 大陆更多人是看了抖音这些社群平台 知道马英九到访的消息 美联社记者夹杂在众多人群中 远远的观望马前总统抵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由于伟案众多 加上封锁范围大 一般民众无法靠近 这时只能比谁的赏门大 马先生 喊两次 马前总统真的听到了 他处足转向的声音方向挥手 虽然一旁的伟案人员 引导他向前走 但他还是停下来 跟民众热情地大力挥手 大家如果有参观意图 可以往前面走 下端右转 马英九 加油 万事务部长 瞧 跟美联社记者 一起被挡在外围的南京民众 还真的挺热情的 甚至还有人带着望远镜来看 炒激专业 前程马英九 29号下午大城高铁 前往武汉 但短短在南京停留两天 却在当地刮起一阵旋风 甚至在社群平台上不时 都能看到跟马英九有关的短影音 民众把自己第一摄角 拍摄到了短影音 PO到抖音上 还有人在现场 真的跟马英九对上了话 相较于民众自己拍摄的抖音影片 点阅率有上万人 大陆官媒的报道就很平铺直续 上午马英九一行 抵达中山陵博爱广场 沿392级时阶 一路涉及而上进入祭堂 一场12天 形成超紧凑的马拉松式技组交流行 未来马前总统在自媒体上的流量 可预见将会更高 TVB新闻于信翰 叶峰伟南京报道 针对前总统马英九访路 包括了街机等等的一些规格 遭绿营质疑矮化中华民国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在中场会反击 总统蔡英文今天出访的时候 在机场未提到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成关键字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语气逐渐严厉 在中场会上重批 总统出访却不敢提中华民国 反观前总统马英九访路 坚定站稳中华民国立场 民进党不断的鸡蛋里挑骨头 大摔民进党就是因为 马英九二十八号在中山林现场 辉豪提字 落款纪念以百十二取代 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但新北市长侯友宜帮忙发声了 中华民国创建到现在 是很多人牺牲 混沌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以和平 为普世价值的印象 引发热议的还有马英九参观 南京总统辅食 在国父一向前 却以这个绿营认为 自动将总统两制消音 在那样的场合里面 实在这个那个的 实在是 其实他可以大方的说出来 事实上他离开了那个场域之后 他的公开记者会 他也很大方的说 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这点实在是应该可以 给他一点掌声的 从马英九第一天的机场 接级规格 就被认为有损卸任元首尊严 论委会主委邱泰三 接受谈话性节目表示 一来接级没有红地毯 只派普通小巴 而且大陆官媒景川 马英九率团抵达大陆 连先生的头衔都没有 反酸马总统忍受力蛮高的 认为毕竟马英九 还是有前总统的身份 必须顾及台湾这边观感上的反应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认为 马英九作为前总统 自然有义务要帮国家来加分 TVB新闻李明灰年轩 台北采访报道 国际焦点要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俄乌战争了 俄罗斯再度出动了 15架伊朗无人机攻击基辅 当中有14架是遭到拦截的 那么晚间的最新消息 就是强攻巴赫姆特的 瓦格纳拥兵领袖坦承 这一波攻击是让他们元气大伤 至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透过了专访 公开邀请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能够到访基辅 死守在赫尔松的乌军第406炮兵 屡朝俄军阵营发射M777榴弹炮 因为要报复俄罗斯周二 暗夜发射破击炮突袭 被俄军炸毁的赫尔松医院内 到处都是瓦力碎片 手术式的天花板直接掉在地上 医院内几乎没有一扇窗 是完好的 试言不管如何都要击退俄军 乌克兰第59摩托化步兵旅 一声令下 用无人机投放炸弹 摧毁俄军提7-2坦克 凶凶烈火瞬间吞噬整台车 另一个岌岌可危的城市 就是阿夫迪夫卡 尽管遭到俄军三面包围 拒绝撤离避难的当地居民 想办法在战火中存活下来 斯拉夫杨斯克遭到俄军滥炸后 民众在废墟中寻找任何 还能使用的家当 乌克兰研判 俄军本来是想攻击 木兵办公大楼 却诈骗了 达到旁边的民宅建筑 造成两死30多人受伤 在往南一点的城镇 同样地上处处可见炸弹坑 有的民众只能靠信仰 帮助他们度过每一天 还没逃离前线战火的小孩 只能玩荡抽签 寻求那一丝丝 没有炮弹生的瓶颈 但这得来不易的安静 马上就被俄军的突袭给破坏 俄罗斯再度派遣 15架伊朗制见证者 无人机攻击首都基辅 不过当中14架被成功拦截 当时泽文斯基人并不在基辅 他前往乌克兰北部 靠近俄罗斯边界的苏米省 两个城镇探访 泽文斯基还公开邀请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到乌克兰访问 西方的军援陆续送到前线 包括美国汉马M113装甲运兵车 和布莱德雷战车陆续运抵乌克兰 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乌克兰筹谋已久的春季大反攻故事 很快就要展开 地域辩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警告 他表示在乌克兰停火的呼吁 可能会让俄罗斯部队重整部署 准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也就是小心停火可能是个陷阱 详细由教育资认记者张宁昕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3月28号 他出席民主峰会的时候 他是会提到目前中俄打算提出的策略 是希望乌俄之战能够停火 但布林肯认为如果停火 可能只是让俄军有机会喘息 重整之后再发动新一波的攻击 因此他认为停火可能会变成陷阱 应该要谨慎一对 另一方面布林肯他也支持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框架 认为俄罗斯方面应该俄军要全面的撤出乌克兰的境内 另一方面要来看 事实上乌俄战争开打一年多了 目前来看乌军一天可能会用掉六七千颗的炮弹 使用量非常的大 弹药的需求是正常的15倍 因此欧洲最大的弹药厂 这个是挪威跟芬兰官方共同持有的北欧弹药公司 他们就想要在挪威的中部扩厂来增产 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是当地也有TikTok它的数据中心 而它的数据中心分走了大部分的电力 因此这个扩建计划可能会受阻 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在基辅附近 是拦截到了俄军的无人机 在3月27号的时候总共是有12架 不过无人机击落之后 碎片也在非住宅区也就是造成商店起火 但是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再来关注俄罗斯有一位记者宣称 北韩有80万人报名要帮俄罗斯打仗 还有5万北韩精兵准备随时参战 这个消息被质疑根本就是大内宣 而另外还要来看就是俄罗斯为了加强监控人民 传出他们还动用了人脸辨识科技 来追踪反战人士的行踪 所以这个被盯上了就很难逃了 有异议人士一进地铁站 还甚至立刻就被逮捕 不让西方坦克专美于钱 俄军坦克训练画面 展示熟练操作和实弹火力 来到真正战场 俄军宣传片搬出152毫米自走炮 这段画面号称对着乌军驻扎地攻击 不止影片连发证明俄军没有输 还有一位号称军事记者 宣布他所谓的独家消息 夸海扣五万北韩人即将帮俄罗斯打仗 下一句话更惊人 俄罗斯一边大内宣 对外照样亮出核武 想威胁全世界 最新动作就是宣布 即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 身为俄罗斯的小弟 白俄也跟着嚣张起来 核武两个字 民众明显对政府频频提合物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有人相当诚实 但在俄罗斯太诚实可能会出事 一位俄罗斯一亿人士 去年八月打地铁 刚进站就被警察拦下 后来发现 克里姆林当局 很可能用人脸辨识科技 找出对战争有意见的人 当场逮捕 路透社调查 莫斯科16万台监视器 其中三千组有人脸辨识功能 自从战争开打 这类科技被拿来预防犯罪 不止一位异议人士 根本没犯法也会被找上 大家预警手段越来越多 还有13岁女孩因为画了一张反战图 但请爸爸早早调查 这位爸爸最后被重判两年 因为他在社群网站也发表反战言论 不过目前人疑似逃亡中下落不明 至于画图的13岁女儿 即将被送往孤儿院 战争期间 俄罗斯言论自由大限缩 人人自为 TBS新闻中文报导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核议题多次的成为舆论焦点 究竟俄罗斯为什么要在 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呢 再继续请教袁熙 乌俄之战要来看 是俄罗斯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 战术核武 外界就关注了 乌俄之战的核冲突 是不是会升温 而且扩大呢 事实上在3月21号的时候 俄罗斯方面就表示说 他要暂停 新消解战略武器的条约 这个条约 美俄在2010年的时候签署 是一路会执行到2026年的 俄军单方面宣布要暂停之后 美国也表示说他们要暂停分享 每两年一次的核力量的数据 接着在3月25号的时候 俄罗斯就宣布要在白俄罗斯 部署战略核武了 乌克兰方面自然是跳脚的 白俄罗斯是在28号的时候 才提到说 他们之所以会答应俄罗斯的要求 主要还是过去的两年半以来 包括美方还有北约 不断的在政治还有经济上面 给白俄罗斯前所未见的压力 他们才会同意俄罗斯的部署 要一起来对抗北约 而外界也很关注说 这个是不是有违反 禁核扩散条约 而白俄罗斯方面自然是否认的 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在3月20几号之后 这个核冲突是不断有升温的迹象 外界也认为说 很可能就是因为3月20号的时候 英国方面表示说 要提供乌克兰平釉蛋 什么是平釉蛋呢 其实平釉蛋它能够穿透装甲 而且有化学毒性 不过虽然名字里头有釉 它并不是一种核武 法国反对退休改革的 这个抗疫持续的在延绍 来看看周二开始 各地展开第十轮的大爆工 那么包括了爱菲尔铁塔 罗浮宫在内知名景点都受到影响 黑衣人甚至还上街砸点 甚至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而另外在巴黎市区呢 则是又陷入了整个动乱 就像战场一样 满地汽油弹 走平 法国巴黎街头 本来应该是浪漫的代名词 现在却一片混乱 对峙冲突不断 简直形同战场 起火的轿车横躺街头 还有黑衣人沿街打破店家玻璃 整个巴黎乱象丛生 连知名景点也受到影响 爱菲尔铁塔宣布关闭 避去的罗浮宫也遭到示威者挡住入口 让游客大吃闭门羹 不仅如此 示威民众还走上铁路 多半列车被迫取消 法国路空交通大瘫痪 让民众这么愤怒的 还是为了这件事 法国民众不满 反退休年龄延后周二进入第十度全国大罢工 多达七四万人走上街头 虽然人潮略降 但民众怒火没有消停 尽管法国警方动员逮捕示威者 但反退改游行 从首都巴黎到南部陈士尼斯 在法国各地遍地开花 然而为了解决近乎停摆的社会 现在法国工会率先提出缓兵之计 工会递出橄榄枝 呼吁执政者建立调解机制 先让法案停摆 只是法国政府似乎不想收手 已经准备好与工会面对面 马克宏一直努力说服公民 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把退休年龄延到67岁 法国必须跟上 否则退休制度会瓦解 但数字会说话 今年反退改示威爆发以来 马克宏的支持度暴跌 只剩下三成 法国这场抗议到底是总统权力结构出问题 还是真的难以改革 下一波示威将在4月6号举行 民怨短期内恐怕难以平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再来关注就是 252战争当中 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 他们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科技 TVBS就访问到来台注点的乌克兰战略学者 他就指出了无人机的一些应用上面 必须要特别注意三个面向 分别就是要能够结合小部队的灵活作战 还有就是在高强度的战场上能够扩充存量 以及电子战的防护力等等 而台湾的目前无人机产业也在积极的扩充能量 接轨过境 无人机的应用在乌尔战场发挥的淋漓尽致 作为现代不对称作战的新兴利器 乌克兰战略学者对于同样面临强敌的台湾 有三项建议 通常的只管通知与战场情报 以及灵活多变的指挥体系 是乌克兰得以对抗强敌的关键 无人机能够单纲炮兵观测 让火力发扬更有效率 更是小部队作战的重要侦察单元 让前线指挥官能够快速下达决心 但是战场的消耗 却也比想象之中更加巨大 无人机无论是侦察还是打击 本身就有一定的耗损 若再加上敌人的攻击 存量远远赶不上战损 因此树大便是美 库存绝对多多益善 最后就是建立完善的电磁防御 无论攻击亦或防御 电磁作战都会影响无人机的发挥 综合种种实战经验 台湾也开始筹建自己的研发量能 适逢捷克访团来台 无人机的产业合作就是重点项目之一 捷克Primico无人机就曾在乌二战场发挥实战效能 有效提供乌军战场情报与目标获得 台阶双方这次也特别针对航太军工产业 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 台湾无人机产业芳心为爱 目前政府是大力的培植 无人机国家队希望让台湾的产业 尽速的发展起来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厂商 比较优势的部分是比较中小型的无人机 在大型侦查甚至打击的无人机 仍然有所欠缺 因此这次与捷克的合作 这是非常良好的契机 捷克重工业基础强大 具备自成一格的军火体系 甚至能独立开发航太发动机 而台湾半导体与电子技术发达 两者相结合 正好结偿不断 借由技术移转 中大型的无人机 在台湾成为生产供应的部分 这点是蛮具体的 另外无人机的情报 能够进行做长城的征收 以及监控 在软体的部分 如何借由他们有作战的实战经验 来把这个情报资讯 能够跟我们的战场上面 需要去做结合 但台湾军工量体小 尤其无人机产制 近年来才逐渐由中科院 下放给民间厂商 订单往往只有数千架 还要由不同厂商来分配 现在在引入国外机种 产品定位的分配就很重要 台湾站在发展自主国防的 立场上面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国外的先进大厂 可以以军工合作的方式 提升台湾的技术 台湾的技术不只是说 大家比较熟悉 像晶片之外 其实在系统整合 需要高度的技术 以及市场上面的经验 也就是从使用者的反馈 回来的一个使用者经验 以及更多样化的产品 以及稳定的量产 以及稳定的维修 后勤补保体系 那这些都是台上未来的商机 各地的武装冲突可以看出说 无人机的使用 它其实种类非常多非常庞大 而且它的耗损其实也是很巨大 所以你应该尽可能 去得到多一点的装备 不管是种类和数量上 尽可能多一点 因为它其实本质上 是一种消耗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不同的来源 取得不同的装备 对台湾而言其实都是有益的 台湾军工产业要更上层楼 终究不能采取 闭关自首的保护主义 而是得接受国际市场挑战 让本土产品精益求精 发挥更大的竞争力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